本次跟大家分享一局 温岭国舍碑王天燕对赵星星的一盘棋 赵星星几乎是蜂蜂必败 找到憋了一口气 所以这盘双方下的是一波三折 中间有很多招法值得大家学习的 大家用心看完的话肯定会有所收获 横蜂老王 POWER屏舞 黑风跳马 横蜂出马 黑风出巨 横蜂居平二 那黑风就走成一个驱头平方马 横蜂这里老王没有选择稳健的进三兵 选择了兵器进一比较激烈的对攻 黑风上阻 横蜂进居 黑风平炮对居 横蜂老王平居压马 黑风退炮 下手机是要打居的 横蜂平炮走成五六炮 这里当时在直播进行很多器友 都希望老王走兵无尽 走成中炮极尽中兵 比较激烈的变化 但是老王走的是炮八平六 黑风出巨 横蜂跳马 黑风进巨 准备了扫兵 防止横蜂这个马骑进六的骑 横蜂出巨 黑风吃兵 签字横蜂三个大子 下手机老王抽拔进山 这次其实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如果实战中能够走得出来的话 最少有九缸二或者九缸三的水平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第一个不给黑风进巨压马 第二个将来的还可以并武进一架 马上进入了踩居的起 所以这个时候 黑风呢 先把中间 先打一手巨 然后把中间给捕了 捕失的是防止横蜂 巨是进二的去捉炮的起 横蜂上兵 下手机要马上进入了 踩居的 所以赵星星的 他不干 要平炮对居 老王一看 这个居不能对啊 对的话 这马上进入了就不成立的 所以把居躲开 黑风呢 上巷啊 把中间的捕了 再捕老的 横蜂的跳马 黑风退居啊 因为这个居在险地 你不退 他随时一个闪机的话呢 就把居给吃来了 横蜂不是黑风跳马 下手机要冲冰 所以老王呢 一边躲居一边捉炮 黑风造型推炮 走成一个弹子炮 横蜂的冲冰 黑风吃过来 准备把这中炮给挖掉啊 这不起的也值得大家学校 就是大家面对 中炮冲中冰的时候啊 直接把他中炮给对掉了 那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攻击力的 老王吃掉啊 造型医把这炮给干掉 横蜂单子的向掉 黑风这里啊 他选择的是马之冰 这里不可以探吃这个马 探吃这个马的话呢 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我们得稍微稍微可以演示一下 假设把这马吃掉的话呢 那老王就把这像给砍了 那你必须得像啊 你不像他继续拱上去 那这个半边四项人家就没了 是吧 但是他一抓的时候 这个马的有点不好弄啊 你的像的不能躲 像躲着就吃马 那你要是宝像的话呢 那他呢就打你的马 那你这个蛇 不能用鞠吃 也不能用酱吃 是吧 你只能用四次 用四次的话 他就把这炮给吃了 然后 这里的这个鞠将呢 还有个散将了 所以呢 非常的不好 所以走到这的时候啊 黑风呢 选择用马吃是正确的 那老王就把马吃掉 黑风呢 赵神仙也把马吃掉 横蜂 进鞠 这里要踩鞠 所以黑风呢 躲鞠 横蜂吃掉 黑风这里不能对距啊 如果对完距的话呢 横蜂的直立战位的即将 兵种优势的也非常好 这样就会大战优势 所以的黑风必对 横蜂的挑马要握槽 黑风的进鞠 要反击的 横蜂的继续挑马啊 准备握槽 黑风呢 过来要将军吃炮 所以老王呢 平炮准备要成底啊 双方的下的非常的 有节奏啊 而且每一步起的你是要必须硬的 不硬的都不行啊啊 黑旗这些也必须要去拦住这个话 否则让他一沉下去 那这个起的就啊 凉凉的 这起的老王也必须得硬啊 不硬的话下来一降的话呢 就输起的啊 所以只能落势 黑风打过来啊 招式你这步起的是一部本局的精华 他呢可以往中间降 也可以打过来 那这样老王呢 就有点防守困难了 因为攻击点实在是太多了 老王呢 也下的非常的厉害啊 这部起一平的话 下子是一个叫杀 所以赵神星呢 也没有时间去将军 也没有时间去打过来 只能先落势 红炮 红军一南过来捉炮 赵神这部起的直接气泡 下的非常强硬 这里的老王不能去吃炮 吃炮很明显的 对杀的时候肯定是黑旗啊 先杀死老王 这里一降的话 你是不能下降 下降在一砍 所以呢 老王呢先落下啊 这里的赵神星平炮 这部起走是软了 这部起黑旗 赵神星应该直接成底炮 那这样老王可能就输掉了 这番旗 这一样老王呢 躲过了一刻一截啊 以后再进居 这里打向将军是门宫 这里是死居的 你如果上向他这个居点下来 还是一个门杀 所以当时啊 就没有走出来 用炮打居 以后老王呢 这里的又犯了个错 让赵神星又躲过了一截啊 这里老王呢 应该下去 将他一军 以后他上来再一截啊 基本上老王就赢了 但是老王当时就随少把这冰给吃了 结果又让赵神星的躲过了一截啊 所以这盘棋是双方是一拨三轴啊啊 都有一个杀齐的机会 都给错过去了 双方 然后老王这里上市 黑旗的平局 防防老王上向啊 如果你不上向 他这个局一散开 这个炮一散开 这有个打了门宫的起啊 但是赵神星呢 还是要闪这个炮 闪中间 然后这也打门宫 这也要吃炮了起 那这是老王的形式 是威戒蛋 因为黑旗的局位 也刚好占领了四线跟六线 非常的好啊 这个炮的话呢 又有一个双重攻击的手段 所以老王这里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是在进去抓炮 但是赵神星的不要了啊 直接的啊 你吃我炮 我也吃你炮 然后再吃你像啊 就形成一个铁帽子撒谎 那老王也没办法是快起是吧 然后这里老王呢 推马来做说 那做松的时候 本来这个时候赵神星 其实可以 退去抓马 就算双方交贩的话呢 也是个合起 合起黑色 但是赵神星呢 没有那么走 直接的吃下 吓死去眼看着叫杀 老王也没办法 这个时候只能吃炮 那吃炮的话呢 就算合起的话呢 也算老王输 所以老王走到这里 就爽快的投资认误啊 这盘棋的话呢 赵神星总算是出了多年的一口气了 听说是五年没有赢 龙天忆了 好 这半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象棋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更精彩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